南無大慈大悲 舊苦舊能 廣大靈感 光是靈魂菩薩 羅敬鴻 台長 台長 我想看了一下我自己的 幾幾年屬什麼 95年屬豬 你現在這個豬的圖騰 頭上被套了一個籠子 所以你現在應該有憂鬱症 應該是憂鬱症 我告訴你現在這個籠子套得你 記性非常不好 記不住 而且怕見人 你現在會唸經嗎 會 有唸經 大悲咒每天唸幾遍啊 21遍 他必須要唸小房子 否則的話他很麻煩 明白嗎 明白 你自己好好唸小房子 小媽媽變成是媽媽嗎 不是 是同修 同修是吧 大家都幫他唸啊 他自己也會唸小房子 你們也最好幫幫他唸唸 他蠻可憐的 他身上一個零星在他身上很多年了 你自己感覺嗎 有沒有人經常自己跟你講話 好一點 過去有人跟你講話嗎 過去沒有 沒有啊 自言自語有嗎 沒有吧 我自己沒有 這個人整天趴在他的脖子上 這個人整天趴在他的脖子上 脖子不舒服 你好好唸 你還會好的 他左邊這邊脖子不舒服 然後有時候就開始發抖 抽筋 然後就擺墨 看見了不了 大家看見了不了 就是他趴在你的脖子上 所以從你脖子開始的 明白了嗎 他抽筋啊 他抽筋很厲害 每抽筋一次 他就會 就是壽命啊 會減掉 好幾天 不是太好的 看看他什麼緣分啊 什麼緣故 為什麼會抽筋 為什麼這個零星呢 麻煩 過去打過獵 上輩子打獵的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嗯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念 往生奏了 而且小房子要好好念 至少還要念八百張 好吧 不要著急每天念 否則他的智商長不大 智商啊 他的智商啊 就是思考啊 IQEQ都不好啊 明白了嗎 他現在挺內向的 挺自閉的 就是自閉 很內向的 他那個念小房子已經念了五百多張了 不夠 還要念 人家沒走 那他念的小房子的質量 行不行 70% 質量 還算好 他在家裡經常會聽到聲音 是不是跟他家裡有關係 我就跟你講了 剛剛前面就跟你們講了 身上有東西啊 明白了嗎 還有他媽媽也打開過好多 是不是也有關係 六個 他媽媽自己說有七個 唸到現在唸掉一個啊 我現在看六個嘛 一二三四五六 一個是 嗯 現在還有六個 沒辦法 他媽媽打了多了 忘記了 六個七個差不多 再來一個不算多 我不是說我是他媽 我不是說我是他媽 聽到懂嗎 聽到懂嗎 我現在 功課要怎麼做 他身上的肌肉有萎縮情況 小弟啊 聽得懂嗎 聽得懂 肌肉萎縮啊 我運動很少 肌肉萎縮大腦萎縮 都是問題啊他 叫他好好地每天要泡腳了 喝大杯水 念心經 四十九遍 禮佛念五遍 明白了嗎 明白 我告訴你啊 你在得這個病之前 有一個很大的劫 差點死掉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不知道啊 不知道 有沒有出過事情啊 五年前 有沒有差一點點死掉啊 我告訴你你要記住了 你要是不好好的趕快把這個靈性去掉 你還會有劫 有劫 有劫就走了 明白了嗎 明白 好好努力啊 我跟你們講了 這個世界上欠債還債 欠錢還錢 欠命還命 上輩子的業 這輩子全部要還的 逃都逃不掉的 小弟聽得懂嗎 聽得懂 我而且還要講一件事情 給你聽聽 你基本上以後不能結婚了 你就是結了婚的話 你生理上有缺陷了 你現在就有 聽得懂嗎 嗯 聽得懂 好好念經啊 不要再看不好的東西 明白了嗎 明白 身體不好還要看不好的東西 真的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